字幕提供 我已经很久没有拍影片了 你们最近放假 有没有好好念书啊 我看了不少书喔 我今天不是要介绍 我到底看了多少的书啦 重要是告诉大家 标签贴的重要性 我最近买了超多的这个标签贴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变迁值 有些很好用 但有些真的是很不ok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分类 心中分类的ABC 三种等级的变迁值 哪一种是超级大地雷 哪一种是被我评为 真的很ok 你在书包里面这样怎么折 怎么样凹 他都会屹立不摇的 非常好用的变迁值 呃 标签贴 好啦 一起来看看喽 大创的变迁值 松鼠跟兔兔版本 他很可爱 而且他是可以写在肚子上面的 可书写 可是他很容易掉下来啦 他黏的极度不牢靠 第二款是这个书局买到的拉茶花指示标签贴 他其实有做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 就是在这个指示标签贴的下面啊 这个地方有做一个小折痕 如果你有任何的东西 已经觉得不需要再读他了 你可以把撕掉 这样子 我不知道他这样做到有什么意义啦 因为他本身就不劳固了 你又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随便拿就掉啦 Nekoni 这个牌子的也是很可爱 都超可爱的 因为他的材质是纸张 所以你稍微折一下就会变这样子了 他没有办法复原 这个是白宫文具 也是文具店买的 请注意 他只要19块 他只要19块 而且还付这么多 那应该很厉害很优秀啊 我跟你们说 他真的超级不牢固的 iMarker 我觉得这个东西只适合在出国的时候 你可以送你的亲朋好友 可是你要把它当作书签贴 真的很不实际啊 他的这一每一个啊 黏的部分只有这小小的一端 像这个工具 黏这样子 这个铁锤我要拿起来的时候到这里 因为前面太黏了 所以你要怎么撕 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整撕下来 一定会 一定会碎掉 一定 保证 你只能够撕这样子一小段起来而已 他头的部分 这个狼头 永远都会黏在下一张纸 这很糟糕啊 你们开发组的都没有注意到 他有这个致命的问题吗 这一个永远是报废掉的 我撕了好几个了 每一个都这样子 无一幸免 每个都断头 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这个是南宝新的 迪士尼系列 这个牌子让我很讶异 可能是跟迪士尼有联名吧 他的这个胶 意外的黏 是牢固的 非常的牢固 同样都是可以书写的状况下 前面这几个 就是一下子就掉了啊 你黏下去一下子就掉了啊 你能够重复黏贴几次 这个贴下去撕下来就坏了 更不要说撕下来啦 他是光贴就贴不紧了 但这一个我可以跟你保证 两次到三次他还OK 那你再撕到第四次的时候 他黏性就不行了 这种有做成图案的不要买 但是这两个做成扑克牌和麻将的 他的黏性就非常的好了 我折这样子给大家看 有黏的部分已经占据了整张的三分之二了 所以只有这个地方是没有黏性的 很有趣 米兜里出的 日本货 非常的黏 你可以撕个五次以上 他都黏性非常的好 我给你讲日本出的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黏性都超优的 缺点 没有办法在上面写字 你这样会把 这个很漂亮的房屋给遮住 像这样子 很丑 非常的丑 最后这些被我贴绿标的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好用 虽然这个东西就不用讲了吧 跟人次贴一样 这两个实力相张 这个叫做大创索引贴 你看你看 超可爱的 那我做一下小小的测试啊 上面 你没有办法用中性笔写 一定会糊掉 你只能够用油性 或者是铅笔 才可以把字写在上面 因为他的材质是PET 中性不是不能写 就是 你如果还没有干 你手去摸的话 一定会糊掉 百分之两百一定会糊掉 他们还有一个很强大的特色就是 你放到书包里面 遮到了 再打开来的时候 是会没事的 绝对不会发生任何凹损折到的问题 你不会像这种纸张的 很容易的就凹到了 那这本 我最近都在读这个 原来这就是B型人格 我放在我的包包里面 怎么样凹这个仙人掌 他们就是屹立不遥哦 我不管怎么凹他们 他们始终可以站起来 真的超厉害的 这个仙人掌的就是Midori出的 好可爱 那我不晓得 他们是不是又找了同一个类似的厂商做了 还是他们互相抄袭 我不知道 不可考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啊 这边是可以打开来的 拉起来之后 他下一次猫咪脸就在这边了 所以他是交错交错交错的 很可爱 恩赐贴他就只有出三个颜色 还没有脸 大创的这个可爱多了 你如果想要买的话 可以去大创挑这个猫咪 恩赐贴除了出这种图案的以外啊 他还有出有整片猫咪的版本 不骗你真的有够年的 我都觉得他一定会伤害到你的课本 非常的牢固 可是我跟你们讲 这样子的小小一包 他居然要卖到63块 我为什么不要买大创的呢 正当你以为恩赐贴他已经很夸张了 我跟你讲 这事业上就是会有人 一直要超越对方的价钱 就这个东西 角落生物 没骗你 他没有其他种图案了 就这四个一直在循环而已 174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通常加印这个 85块哦 之前我就已经介绍过木鸡的 这两个是去年有拿到文具大爽的变迁值 这个台湾没有 我上次非日本的时候买的 他就是做的跟美妆一样 然后颜色非常的淡 对啊 那那为什么他会得奖呢 我真的不懂啊 其他人 这样子标示如此的清楚的情况下 他好淡哦 超淡的 最后一个标签贴啊 这个 这个被我贴绿色跟黄色 就是介于A级跟B级的标签贴 他真的算标签贴吗 我觉得不太能算 可是他的名称上面又写盒子便利贴 这又让我非常的confused 你应该要被归类为什么呢 我个人是觉得他 不要骗了 你就是纸胶带了 好不好 你就纸胶带了 手来 你想要把它贴在本本上面的时候 你要把它当变迁的时候 你就得做这个动作 我们把它折一半 然后 想尽办法 用手抠 用手抠 没有指甲还很难抠 好 我 我抠到了 然后把它撕下来 这样才可以把它粘上 所以 这个信的恋人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评价他 图案的选择上 我觉得都还不错 好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这集了 这集的标签贴介绍 ABC等 你喜欢哪一种呢 你是喜欢贴红色的这种 还是贴黄色的 还是贴绿色的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咯 那就这样子啦 我们下次再见啦 呀捏 呀捏